特别今天在佛教里面叫 世界焉供日 也叫施食大超度 所以我们从内心里面 水洗所有到场的超度 特别今天又是五月十五 这种大功德日 月圆日 所以很多人都在吃素 我们华人出一食物吃素 放生 不施 超度祖先 拜家里的神 每个月的食物 太重要 所以今天的种种的因缘聚会 所以我们特别来谈 这个功德来帮助所有众生 离苦得乐 这个叫超度 所以我们现在为所有 老实说 像我现在在跟各位 透过网络 大家在交流 我一定要承担起各位的责任 所以我一开始就 这样发愿 这样做功德 愿今天看得到这一部片子 参加直播的 乃至未来看到这一支片子的 所有人跟友情众生 得到功德 得到超度 所以我也拜托大家 一直融入功德 所以我拜托很多比较熟悉的信徒 今天整天一直供花 供灯 供水 不失药供 什么都做 大放生 就是希望 透过这个 网络电视 他们听即解脱 见即解脱 包括就算电视没打开 有卫星频道 各位 这个卫星频道是连接的 我们不管你再上来一个网络 跟整个世界的卫星 是连接在一起的 互相影响的 那我们的念头 跟法界是连接的 一念三千 就像一颗小石头 丢在湖泊里面 那个 那个坡浪 涟漪 是吧 为影响 就震荡了整个湖面 然后湖动 风就会动 风动 然后就会变成新的雨 雨 雨会变成云 然后变成雨 是世界上 一花一草一木 都互相在影响的 这就是佛陀讲的 缘起 诸 法 因 缘生 缺一个因缘 都不行 所以 因为如此 所以希望各位 我们在看这个 直播 大家 我们的念头 超度最主要的根本 遗鬼是个著言 慈悲 就是超度的根本 所以 各位 我们要 升起慈悲心 让所有众生快乐 让所有众生 离苦 叫悲 我们是为了 让众生离苦 得乐 而 大家一起来共修 不管 你一个人在念佛 诵经 打坐 上步 修行要修到 三昧夜 什么意思啊 日常生活 上班下班 生老病死 都是保持在 慈悲心 菩提心的状态 云 一 一 三 二 三 二 二